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12年国教新科纲预计明年上路,目前仍有科技、自然、社会、综合、艺术、技职群科等领域尚未审查完毕。 教育部代理部长姚立德今天主持课审大会,强调他已向后天上任的教育部长叶俊荣报告过,且获业部长的同意, 科纲预计在明年8月上路的目标未改变,且以今年8月底前审完所有科纲为目标。 但科审大会委员、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理事长谢国青却在脸书发文直指,今天上午通过艺术领钢第一轮审议,下午讨论技术型高中群科领钢的审议时, 他翻阅领钢内容,却发现机械群中的电脑辅助绘图与实习的领钢内容竟然是某特定绘图软体的说明书内容。 谢国青质疑,万一学生毕业之后,所使用的软体界面不同时,怎么办? 会不会有图利某特定软体厂商之嫌? 他自己过去也教过电脑,按照这种造指令教学的模式,他不认为学生可以学到真正的内涵,且不止这一科设计有问题。 谢国青表示,十二年国教新科纲上路之后至少要使用十年,不可不慎重,品质最优先。 如果领钢有问题,不能为赶进度而放水过关,他建议新科纲也可以分段上路,以完成审议的领钢,教科书可以先行印制,明年如期上路,但真的来不及明年八月上路的领钢,就延后一年再上路。 不过,姚立德在科审会上仍强调,科刚进度目标没变,仍是希望在八月底前审完,他也已经向新部长叶俊荣报告,叶俊荣也以同意照这样的进度进行。 姚立德也表示,他担任科审大会主席一个多月来,看到委员们对教育充满使命感,讨论交锋的过程充满智慧,有一意识就没有妥协。 新部长上任后,科审大会应有更高的效率。 而为赶注明年八月上路,暑假期间,科审大会有每周两次增为每周五次。